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比賽現在開始 首先有請正方主辯李康橋同學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是 請問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現在比賽正式開始 現在先請正方主辯李康橋同學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去 想請問好嗎? 先關一關 因為我現在聽到回音,不好意思 請問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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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好我試試重新進入過這個 好 我也 terr voor 準備好 不好意思,主席 我想問,因為我看見部分正方辯園的背景好像模糊了 不知道是否開了模糊的背景還是社會背景 我想問可不可以試試看? 請問正方辯園可不可以試試看你們的虛擬背景? 想問現在反方覺得有沒有問題? 可以的 麻煩,現在如果沒有問題,請正方主辯尼康橋同學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現在是否可以開始? 是 是 是嗎? 是嗎? 是 香港的離婚,則身全球第九,夫妻吳王木,選擇分開尚可體諒 但對於兒幼子女的家庭,未然會對小朋友成極大影響? 主席、評判、著作各位,大家好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九條規定 但若果應該尊重與父母一方或雙方分離的兒童 和父母經常保持個人關係和直接聯繫的權利 可惜的是,香港只是注重父母權利,不注重兒童福利 其實澳洲和新西蘭已經全面修訂這方面的法律 但可惜香港至今仍然沿用70年代留下來的法律 不單是法例落後,而且條文全有理解誤區 在香港,父母離婚後對子女發出的管養權 事實上是將父母雙方的權利,絕大部分單獨轉移給同住一方 而在子女的教養事宜上,擁有最終的決定權 亦不需要資深另一方的意見 換言之,兒童容易因為管養者的關係而被隔絕和另一方相處 被隔絕的一方同樣地因為沒有最終的決定權 而無法參與小孩的成長過程 由此可見,香港的相關法律只是由父母怎麼出發 考慮父母對子女可以行使的權利 但就甚至可以考慮離家庭中兒童的最大福祉 故此要衡量變體,照審治推行新法能否釐清父母的法律責任 就將兒童的利益放在更優先的位置 又見及此,我方提出訂立父母共同責任模式 不僅參考了蘇格蘭兒童法令,加入條文來清翻 離異父母對子女的應付責任 更加在法律上提出了同住令、聯繫令 取代現行法例下的管養令和探視令 目的在於讓父母雙方和子女相處 就同住照顧的機會 賦予了父母雙方在子女市而上有協商的空間 案方政立變體原因有二 第一,修補法律盲點,確立父母責任 審視各地有關子女的監護權和共同管養權法律上 條文大都以子女的福利為先 例如澳洲的家庭法第60條,確保了兒童的利益 父母雙方應該盡自己的義務和責任 包括共同決定兒童以後的成長計劃 為子女提供精神物質的關照及全面發展 但在香港的法律之下 絕絕標明了離異父母對子女可以行駛的權利 但從來沒有表明過父母應該盡的責任 更甚者,照顧子女的撫養權 甚至變成一種由法庭一刀切分配的權利 推行父母共同責任模式 確保父母即是在離異之後 仍然有責任在關懷子女和參與他們的成長階段 除非是突發的情況 或是今天不應該去判哪一方有照顧子女的權利 而是雙方都有責任 第二,減低訴訟機會,保護兒童心靈 地方涉及的訴訟不外乎是爭奪資產 或者爭奪子女的撫養權 為大使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高坤峰指出 在爭奪子女的撫養權過程中 無可避免在子女面前貶低對方,說對方壞話 事實上,無論是父母哪一方獲得管養權 子女都會成為犧牲品 假若推行父母共同責任模式 父母雙方有與子女同住的可能 減低了夫妻為管養權對補公堂的機會 同時也可以避免親子關係 因父母的婚姻結束而受到波及 幫助兒童適應離婚後的環境 減少出現一般單親家庭系統出現的心理問題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成不承認父母離異 都應該照顧他們的子女 和參與他們的成長過程 多謝各位 政方主辯所用時間為3分46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有請范方主辯郭永恩同學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我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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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定 各位 簡單概括有方開辯 只是論點 願景痛痛的對 不過起點錯 原因在於今天有方所提倡的方案 即是法國會的建議 從來都不是今天變題當中的父母共同責任模式 事實上早於2012年 大律師公會就有關方案提交書面回應時 在第50段已清楚表明 法國會方案屬於父母責任模式而被共同責任 由於方案跟隨英格拉模式 提倡父母各自獨立履行其對子女的持續責任 不存在共同元素 故此公會於第52段直言 兩者概念截然不同 政府以共同責任模式稱呼上述方案 是錯誤理解法律 而律師會亦清楚表明 共同責任模式即要求法庭在大多數情況下 發出共同管理令 是屬於新加坡獨有的家事法原則 所以有方開辯問我方 和不同意行共同追負合二雄最佳利益 我方同意的 因為我方和有方法國會、律師會 以及大律師公會的立場都是一致 同意立法推行父母責任模式 問題在於有方要政立變題 就必須解釋為何香港家事法的發展方向 由擁有多方共識的父母責任模式 可為變題中的共同責任模式 為何西方不能夠獨立地履行對子女的責任 而必須要時刻合作強求共識呢? 新加坡上訴法庭《ECXO示威》一案中 直所指 父母共同責任的概念 早於1961年已經透過婦女憲章 直近於新加坡家事法哲理當中 憲章46條列明 即使在離婚後 父母仍有法律責任 必須與對方就子女議題共同合作 經過40多年來的社會分合和配套發展後 新加坡上訴法庭 才認為有條件透過普通法 推行共同父母責任模式 除非出現家暴等極端情況 否則法庭會以共同管理令 作出預設裁決 要求雙方就日常生活以外的所有決定 例如教育、健康、出國、宗教等議題 都必須達成共識 若完全有真理 就需要以訴訟方式交由法庭裁決 香港的現況又如何呢? 高等法官特委法 法官袁國強資深大律師 與ML4YG一案的判詞中 就清楚表明 與新加坡不同 香港大部分離婚夫婦 欠缺共同合作的基礎 故此 法庭只要在部分 肯定雙方能夠合作協商的情況下 才應該批出共同管理令 要求雙方共同履行父母責任 共同作出各項決定 而成為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羅志健 在YSOP1案中所指 倘若父母雙方根本水火不容 不能合作時 實行共同責任 強求共識 只會徒天爭執 不利而同身心發展 因如此 律師會與大律師公會亦坦然 由於新加坡和香港 在家事發的實務經驗和法治程序 截然不同 香港並沒有條件 亦不應該立法 推行變態所指的共同責任模式 辦公法國會所提倡的英格蘭模式 即父母責任模式 是強調父母軍隊子女 有著持續責任的同事 給予雙方充分空間 獨立行致 法國會建議十二列明 除了改正、領養、移民等 罕見的重大決定外 只要是為著子女的最佳利益 母母就可以獨自割立 獨自履行對子女的責任 不需要事先得到對方手狠 所以即使離婚夫婦水果不容 都可以在英格蘭模式之下 分別盡其父母的責任 避免陷入僵局和紛爭之餘 更有利於兒童節身心健康 最後新聞友方 當香港法庭清楚表明 共同管理令 對無法協助的家庭義言 並非合乎兒童最佳利益的做法是 今天變態中的共同責任模式 依舊麻木要求所有離婚夫婦 要在共同決定的基礎上 共同履行父母責任 又如何保障兒童最佳利益呢? 謝謝各位 凡方主便所用時間為3分56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有請正方一副梁曉家同學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不好意思 正方想申請單挑 好 現在正方申請單挑 麻煩雙方都要派隊員進行單挑 現在會宣讀賽規 單挑的辯員必須要是台上的辯員 並無要求要誰作答 每位單挑的辯論員 只可以進行一次的單挑 無論是發起或回應單挑 否則該次單挑會被扣除一半分數 單挑的發言必須要在兩隊之間交替進行 由於本次單挑是由正方申請 因此就先由正方隊員發言 然後再由反方的另一名隊員發言 雙方輪流發言直到時間用盡為止 各對耗時累積計算 一方發言結束就開始計算另一方用時 在總時限內各對發言次序次數和用時不限 如果一方用時已經用盡 另一方也可以放棄發言 亦都可以輪流發言直到時間用盡為止 放棄發言不影響計分 每方均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在法定時間完結前15秒 計時員會名中一次釘 畫面亦都會顯示一釘的字樣 而在法定時間終止的時候 計時員會連續按釘兩下釘釘 而畫面亦都會顯示兩釘的字樣 視义辯論員需要儘快停止他的發言 如果不停止發言 主席會立即終止他的發言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請問政方和反方派出台上的哪位辯員 進行單挑 政方派已赴 是 曹光總會派出撇撇 麻煩等一會兒 請問政方可以的話 就可以開始 可以 請問有方同學 父母照顧子女是否一種責任 是的 請問有方同學 大律師公會說明第五十段聲明 說父母責任模式並非共同責任 我想問有方同學是我看錯的 不是有方同學 我們今天說的方案根本不是跟法國會的方案去行 再問有方同學 責任是否可以分可有可無 慢著 簡單了解你的合場 想問你今天是父母單獨去進行一些決定 還是他們的決定是一起談出來 一起談出來 有方同學你先回答我 責任是否可以可有可無 不是有方同學 蘇格蘭無論蘇格蘭方案 英國方案全部都跟你說是獨立行詞 不是單獨談 所以由頭到尾都不是說變態 有方同學 不是有方同學 你都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所以今天的責任 原來雙方照顧子女是一種責任的時候 為什麼現時這個法例下 要由法官去判哪一邊有照顧子女的權利 不是有方同學 我不是回答了 因為雙方都有一個責任 現在不是有一個共同撫養的令 所以說到尾的時候 今天有方同學全場都不是在討論辯題 所說的是新加坡的方案 也是我方開面所說出來的 所以請問有方同學 全場都沒有解釋過 為什麼父母會被看重 從小到尾都會看輕 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現時有共同管理 但先看一看 原來現在的共同管理 和獨有管理 沒有什麼分別 而且今天是由法官去判哪一邊 有這個管理 想問 那是否應該由法官去判哪一邊有責任 是否應該由法官去判哪一邊有責任 所以說到尾的時候 今天有方同學 原來自己暗瓣底的方案 都是說獨立的 不是 我方主辯說過 原來今天 你這個方案底下 原來今天 所有的法官去判哪一邊有管理 另一邊有責任 另一邊有責任 想問這個 是否責任 是啊 所以說到尾的時候 今天有可能是全場都不是國安媒體所說的話 今天有共同探視權 但有可能是全場都依然是論證一個獨立行事 都不是說有一個媒體所討論的一個共同責任的時候 今天就是… 現在單挑環節結束 現在有請正方一副梁孝佳同學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準備好 定 除了各位 其實我們今天雙方都認同 是需要父母共同管理才是對小朋友最好的安排的 但是呢 我們今天的分歧 就是在於 有方同學所說 我方方我做不到共同父母責任 就是我們看回 現時呢 有方同學我們看到現時的共同管理領 其實呢 都只不過是由法庭去裁判 所以其實同樣都是把父母本身應該要負的責任 去交給法庭去分配他們有什麼權 但是我們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父母本身應有的權利是由其他人去判出來的呢 所以呢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有方同學是不是覺得 現時的共同管理領 能夠真正落實到父母應付的責任呢 而我方呢 主便就問有方 是否承認 即使父母離異之後呢 都應該繼續照顧子女 參與他們的成長過程 有方呢 有方呢就跟我們說 是要持續旅行責任的 但是現在 但是呢 就在質疑我方方案 說 我方我們現在說 我們在說的是法國會所說的共同責任 但是我們現在不是的 我們方主便又從頭到尾都在說的 都是在說的 不是說單獨管的 而是我們在一起雙方協商 去聽出來 給市內更加好的照顧 而且呢 有方同學也跟我們說 也跟我們說 也跟我們說 我們現在不應該要強求父母雙方協商的 但是想一想 我們為什麼是因為父母他們擔心自己的情緒不穩呢 就不可以讓雙方都去決定子女的 一些成長過程的決定呢 所以不明白為什麼有方同學會說 香港的現況和外國的現況不同 不可以放在香港那裡的 就是外國可以做到 香港就做不到 再者 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如果是用這個共同父母責任的話 就會增加到法映的訴訟 因為父母溝通不了 但是我們看到父母的那些訴訟呢 在決定子女的重要關係 重要決定的時候 其實出發點是好的 是為小朋友去考慮 還有他們積極參與子女的成長 為什麼這些做法就叫做錯 所以他們做法錯了 而不是說有什麼不同 所以我們看到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十八條規定呢 父母雙方對兒童的養育和責任 是有共同的責任 但是現在香港現行的法律一直在強調管養照顧這些權利 而不是提醒家長應該要負的責任 所以我們看到就好像管養權和探視權之間 本身就傳有真詞 就好像埃及的一件案子那樣 父母被派駐埃及那裡進軍的時候 想帶上子女就任 但有探視權的母親就探視不了子女 而當母親嘗試作出生訴的時候 最終法盤都是裁決給有管養權的那邊 所以我們看到在香港的這個情況下 都會出現同樣的問題 就是因為現在條例偏重了一邊 所以最後想問有方 應不應該由強調父母權利變成強調父母責任 謝謝各位 正方一副所用時間為三分十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有請反方一副勞子余同學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是 是 反方一副是米是米 可以聽得清楚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首先今天有方學第一個錯 他自己立場不清 主要是說行英國的方案 一副就突然說不跟英國的方案 首先我想 凡清二友方業官 清楚交代你今天自己的方案是甚麼 所以今天有方學最終的立場是甚麼 總之今天那個方案 你自己的方案 他寫明說行英國 這個共同責任模式 就是辯題討論的範圍 但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 是否政府說名字是這樣 就是我們辯題真正想討論的概念 有方圖在剛才的單挑環節 自己都說不清楚 所以今天先不論大律師公會 代表全港的法律從業園 直接駁斥了有方的這個定義 很簡單舉個例子 今天我要建一個動植物公園 但裡面全部都是動物 一棵植物都沒有 它應該叫動物公園 還是動植物公園 所以很簡單 今天辯題說共同 他們辯題說的 從來都不是單純要我們討論那個動物公園 而在當中加了一個植物的元素 而有方你要跟我論證 為什麼今天有植物這個元素 和他帶來了什麼好處 而放回今天的辯題 我們不是討論父母責任模式 就是你的方案 而是共同父母責任模式的時候 你要跟我論證 共同帶來我們什麼好處 所以很簡單 今天有方同學 根本搞不清楚現方 現方只有兩種責任模式 第一種就是經國行英國的方案 也就是有方自己今天提倡的獨立模式 第二就是現在共同責任模式 就是我們辯題所說 是全世界只有新加坡一個在做的 但有方課今天口口聲聲說 父母應該盡回對子女的責任 即使離婚後 但他搞錯是什麼呢 雙方均擁有對子女的責任 不代表今天我們要共同離行這個責任 例如很簡單 共同犯罪原則我們聽得多 例如我今天去金鐘打劫 有另一個人去北角打劫的時候 我們並不是共同犯罪 而共同正正是我們要大家有談過 有共識 一起去做才叫共同犯罪 所以今天要討論的事情 是要爸爸和媽媽有共識 雙方一起去做一個共同性 但有方從來沒有交代過 你想父母和兒女的關係不會消失 但為什麼這種責任 無端端會變成父母之間有共識地族 不能夠個別離行呢 你今天要維持父母和兒女之間的關係 還是你要牽回父母之間的線呢 所以很簡單 有方自己也承認了 今天本身父母因為合不來 所以才離婚 但是一群合不來的人 為什麼今天要去做一群小組活動呢 原來有方自己也承認了 長遠來說只會導致更多爭執更多訴訟 因為新加坡現時已經有很多爭執很多訴訟 走這個模式的時候 我方最後問你了 原來現況你認為現在這個問題已經有了 但你今天反而要行一個共同責任模式 將現時共同撫養權的問題無限放大 這樣做有威頭 你認為還有什麼好呢 所以有威頭是答不了的 而最後呢 而最後證明就是 有方現在發覺要做持續責任 但是有威頭為什麼你今天不走 你今天呢 原來發覺後都說不走新加坡 就是因為他自己都知道 將會產生更大的問題 所以今天的變題 你已經直播成立了 反方一副所用時間為3分14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有請正方二副鄭錦斯同學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姊妹姊妹 聽得清楚 可以 可以 正 一日是父母 終生都是父母 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方呢 有一副問了 問右方 香港現在的情況是 是不是應該要更加 應該要立法去強調父母的責任 要加上承擔自己的責任 右方呢 跟我們說說 今天應該不應該立法 但是父母呢 之間都是有這個責任的 但到一副的時候呢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 右方跟我們說 原來他們之間沒有共識的時候 根本就不應該做 看看 原來今天的政策下 就沒有強調父母的責任 就是說 原來他們有探私權等等的權利 就是他們可以自己選擇探或者不探 做或者不做 最重要的是 今天父母呢 根本不應該由這個法庭去判 有沒有照顧子女的這個權利 有個很奇怪的 覺得呢 父母的責任應該由其他人 沒有問題的 但是唯有父母的 為什麼連最基本的責任 都要由爭奪的方式去爭回來呢 到一單點的環節 有關跟我們說 因為現在有這個共同管理 所以我們不應該要立法 但是先看看 原來今天的共同管理 雖然是可以給父母之間的權利 而是順義事項做出決定 但是同住照顧和管理權 都會判給父母其中一方 那一方呢 就可以對那個人 也都可以對那個人的探私權 做出分配 所以其實今天 就算你是在本養令下的 法庭裁判出來的 最後的結果 責任只是偏重一方而已 另一方呢 為人的父母的權益 反而受到剝奪的時候 為什麼有方覺得 今天有方覺得 原來今天行本養令得 但是父母的責任 就要被人剝奪呢 但是到一副的時候 跟大家說 原來今天雙方沒有共識 所以不應該做 那是不是現時這個法例 現時這個共同管理 都不應該做呢 有方的立場是不清不楚的 除了 有方今天跟我們說 一副跟大家說 原來我們的方案是跟英國的 但是先聽回主辯 我們聽回主辯說的什麼呢 原來主辯跟我們說 我們是參考英格蘭的兒童法令 然後再加入條文去提出 這個同住令 聯繫令等等的這些條例 根本不是跟英國的時候 有方不要再混淆私聽 再者呢 有方跟我們說 我們因為雙方沒有共識 但是我方主辯跟你們說 雙方就是要協商 要用協商的時候 雙方就可以達成一個共識 去照顧這個子女 再者 有方今天你跟我們交代清楚的是 如果今天不用這個共同父母責任的話 那你們在你們的立場下 你們覺得應該要用什麼方式 父母才不可以用自己的 去釐清自己的責任 去做自己應該有的責任 去照顧子女呢 今天的家福會 有一對父母在離婚之後 不斷吵架 或者欠女兒的撫養權 然後就漠視了女兒的感受 後來才發現原來 胡佩開朗的女兒見到沉靜 對學習失去慶祝 甚至有焦慮的行為和歪責關 要接受言語和行為資料 今天原來發現 有8日兒童福類會 兒福聯盟對香港的離婚家庭的研究員 發現有8成的人都覺得自己比較在父母中間的時候 是否覺得這些問題不用解決呢 多謝各位 正方義父所用時間為3分08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有請反方義父鄧海恩同學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不好意思 反方想提出單挑 好 現在反方申請單挑 請問反方和正方分別派出哪一位隊員 正方派出一副 反方一副的 會 好 麻煩我等 好 那好了 企業 反方 可以向路視矣 可以 有不可以理解你立場 平日內的願景是什麼 我们今天愿景可以让父母双方一起去参与子女成长过程,赴他们的责任 我想问一方同学,为什么父母本身的责任是由法庭去判? 很简单,我方同意父母应该负责任,但为什么他们不可以独立履行自己的责任? 我们现在看到他们要共同的协商之后再继续做 可能一方同学答不了我,为什么要由法庭去判? 明白,一方同学,很简单,今天两个父母跟不上,谈不上,所有事都要争争 为什么共同履行自己父母的责任不行? 所以今天一方同学是觉得因为父母的情绪不上,就可以分落子内的权益 不是啊,父母不上吵,还在一起吵架对子女更不好的同学 但是我們看到是否直接可以放棄了那些想負責又負責不到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是他們又不探視權 但是他們被人拒絕了 那些又怎麼辦 那行法改會各自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同樣做的 只不過是不同 無人無關係而已 為什麼今天方堂你強迫他們兩個要共同 對子女是不是真的好呢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就算父母是共同協商的話 可以有教育去幫忙 讓他們明白 原來我們要私底下協商才是對子女最好的安排 而不是有方說自己的家族去旅行 正方時間用盡 現在反方你還有25秒的時間 請問是不是繼續發言 是 沒問題 可兒丁 所以各位 原來有方堂跟我的願景都一樣 就是希望為子女好 但是原來雙方家長在那裡不斷吵架呢 是不是為子女好呢 不一定的 這個世界上 所以今天有方堂學自己都不知道 他覺得剛剛應該要應付自己的責任 所以就應該走共同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不可以分開做要共同走呢 所以有方堂明明自己的願景是做到同一件事的時候 明明自己的願景做到同一件事的時候 共不到我們說共同真正的目標是做什麼的時候 有方堂學自己的定義都不清楚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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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簡單 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做什麼的時候 不好意思 單挑環節已經結束了 現在回到反方義父鄧凱欣同學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請問我聽得清楚嗎 清楚 可以 定 評判照著各位 其實來到義父的位置 相信大家都很困惑 究竟今天有方堂學的方案是什麼呢? 有方堂學主任開始跟我們說 他走英格蘭的方案 而英格蘭的方案就是跟他說 父母一樣有責任 但是他們各自履行責任 但是今天有方堂學去到單挑 然後一副二副彈出來跟我們說 原來他們今天走的 是希望要共同去履行這個責任 要共同去協商 所以今天有方堂學行什麼方案呢? 我都已經放棄理解了 所以我們今天回來 最主要今天是去看的 是一分定辯題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共同父母責任模式 清清早早告訴你 就是新加坡共同地去履行責任的這個模式 其實要明白 這個辯題的字眼不能夠做到它的意思 父母就是意味著雙方均擁有他們子女的責任 而這個責任正正是反方主辯 兩方主辯所提到的 父母是一個責任不是一個權利 一時為父母 終生都為父母 這個我方同意 但我方的立場就是說 要獨自去履行這個責任 所以最後一個字眼 共同 但是今天有個同學 講得最不清不楚的地方 因為有個同學從來都沒有論證過 為什麼父母各自擁有責任的時候 都必須要共同去履行呢? 事實上下 今天作為一個離異家庭之中的子女 父母本來是破裂的本身 對我來說是最終極大的傷害 而在父母共同責任模式的底下 本身已經水火不容的傷親 就要被迫她勉強合作 下下的事情 我的事情她都要去談 我今天想讀哪一間學校 今天我去哪一間醫院 有些跟我的父母都要一起談 但是他們從來都談不來的 而我今天反對的問題 就是想訴訟的問題 在這些情況下 他們經常都要互相去談 就更加能夠去張演 更加能夠去鼓越演越烈 我的父母本來整天 已經達不到共識 就想跟她吵 想跟她談 有些跟我說協商就可以了 但協商是沒有用的 如果協商是有用的時候 我父母一早就不會離婚了 所以到頭來 在離婚之後 父母的風格越來越烈 他們從來都談不上共識的時候 我作為子女的 跟她在我整天都同意 成為了父母之間的磨心 令他們離婚之後 都沒有辦法過更加好的生活 所以今天從頭到尾 我們雙方都同意的是 因為父母的最低利益 作為父母應該是最了解的 最先的原則 而同意最低利益 也都是我們雙方最重視的 但還有各位 今天我方所提倡的 在平衡這兩則子 一方是父母和兒女的關係 另一方是離婚父母之間的交流 一個家庭裏面 父親、母親、子女的關係 就好像一個三角形那樣 父子母子的關係 必須持續保持 我方同意的 但問題就在於 對於離婚父母而言 他們的關係早已知來破碎 這個是事實 不可憎的事實 因此我方全場的立場 就是在說 父母離身後 就子女的責任不變 但他們應該是各自去 去履行他們的責任 除了對子女的極為重要的決定 是否沒有子女的利益的時候 我方同意雙方應該要達成共識 不過在日常生活之中 子女的決定是什麼 就應該是互相不干預 這樣才能夠避免 父母之間不斷出現磨擦之餘 因為避免到 有一方面最擔心的問題 就是上路庭不斷訴訟 最傷害兒女身生的這個問題 他都顧及不同的利益 這個私聽我方真正想做到 只有兩者的平衡 多謝各位 反方以赴所用時間為 3分07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接下來是台下發問的環節 每間院校都有兩次 台下發言的機會 質詢提問的對象 必須要是對方的辯緣 台下發言的人 沒有權要求誰再答 每位台下發問的人 發言時間為一分鐘 在法定時間 完結前15秒 計時員會名中一次 丁 畫面也會顯示一丁的字樣 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 在法定時間中止的時候 計時員會連續按丁兩下 丁丁 畫面也會顯示兩丁的字樣 示意台下發言者 必須要立即停止他的發言 如果不停止發言 主席會立即中止他的發言 任何一方在30秒內 未能派出代表作台下發問 就當自動棄權論 台下發言的人必須發問 否則發問一方無分 對方可得該題之滿分 如果有任何爭議 以評判意見為準 任何一方在對方台下發言 一分鐘內未能派出代表作答 當自動棄權論 在一分鐘時限完結 計時員會名中一次丁 示意辯論員須盡快進行答辯 各隊員共有兩次答辯時間 每次答辯時間為一分鐘 在法定時間完結時15秒 計時員會名中一次丁 而畫面也會顯示一丁的字樣 示意發言時間即將結束 在法定時間中止的時候 計時員會連續按丁兩下 丁丁 畫面也會顯示兩丁的字樣 示意台下發言者必須立即停止他的發言 如果不停止發言 主席會立即終止他的發言 如果雙方對蔡規沒有任何疑問的話 現在先請正方同學在第一次的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請問 請問凡方聽得清不清楚 如果反方同學覺得沒問題的話 每次坐我,我是反方的代表 我想問一下會不會正方同學同學都可以再大聲一點 因為這裡聽到我依然有點忙,謝謝 請問一下,我請教你 請教你,現在有請正方你坐第一次的台下發問 你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可視? 可以 大家好,今天有個集團非常矛盾 主題跟大家說新加坡才是共同站模式 因為推行共同本領令 但有方轉頭又跟大家說 其實香港也有共同觀音領局 另外又說香港的情況 其實離婚夫婦很難溝通 所以有方的立場到底是認同還是不認同呢 反正有方向我交代清楚 既然現在有法律基礎 我們做多步 完善多步 再加上相關的責任條文 再解除了現在的管應權和探視條件 現在的法律真實空間 為什麼不太好呢 另外有方說父母持續負責 竟然不是共同負責制 所以簡單想知道有方同學覺得怎樣才是 各列父母的責任呢 是不是今天你接放學 我接放學的時候 就等於他們是獨立的 其實多謝各位 反方同學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 Ö 谢谢大家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反方同学答辩,请问反方派哪位台上辩员? 反方派出二货 可以,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评备观众的各位,我同学问了好一条问题,我尽量回应 我同学问,认不认同共同管养令 我方立场下是不认同的,因为今天我方同意的是英国的方案 而正正这个就是法国会的方案 因为这个方案就是跟你说独自去履行责任 而正正我方一开始已经提出,大律师公会的报告就是跟你说 正正这个就是叫独立履行,叫父母责任 并非今天变台所讲的共同父母责任模式 究竟今天是我理解错,还是大律师公会讲错呢? 所以今天讲到底,独立的时候就是跟你说 除非这些极度重大的事项 必须要双方去协商的时候,清单讲清楚 法刀会方来讲清楚 其他情况下,父母双方也可以各自履行责任 因为今天我们那方最重视的是什么? 其实希望他们在每一些情况下都可以冲击 有些冲突、冲撞,而最后也要不停去上庭 这个战争是有不同的我最担心的 所以今天是独立去履行责任 他们去父母去尽他们这些责任的责任 但在更加大的程度上,不需要每次都担心对方讲话 不需要每次都要分析那些角色 现在有请范芳同学在第一次的台下发蚊 两分钟的时间发言,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士咪士咪,请问听得清楚? 清楚,开始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评判着,各位大家好 其实说到尾,今天有方同学所说的父母共同责任 其实跟共同的管养领 跟延况人一样 一点都没有改变过的 所以我想问回有方 当香港法庭清楚地表明 共同管养领是没有办法合作的家庭来说 是不符合儿童最佳利益的做法 今天便提所说的共同责任模式 是不是要盲目要求所有离婚的夫妇都要共同地 决定了所有的一些大小时刻 我想问他们吵架的时候 又怎样保障到以前的最佳利益呢? 谢谢各位 现在正方同学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不好意思,主席 我们正方结变他的机器突然间关闭了机器 可能要看看给他一些时间 他可能一会儿回来 我想问一下,看结变进入的时间 请问你们可不可以派出辩元在一分钟之后进行回应?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那我们现在照上开始 好,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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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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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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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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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